转载自白交号作者,篮球阵地北京时间7月23日,NBA休赛期已经有一个月了,大家都很期望新赛季快点到来,毕竟大家都期待着超级强队之间的对决, 例如胡人和勇士完成交易后实力会怎样,这都是非常吸引人观看的,同时东部这边,莱昂纳德能够带领猛龙走向更高的高度, 欧恩德凯尔特人是否能顶住猛龙的进攻石头等等,这些都是下赛季球迷们比较关心的问题, 下面来盘点下赛季联盟最强五支球队,雷霆第五胡人,胡人这边通过交易得到了詹姆斯, 这让胡人队的实力瞬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他们拥有天赋极强的库兹玛, 英格拉姆和鲍尔,同时通过交易得到了麦基、朗多、士蒂班森等球员, 胡人下赛季定会机身系布豪强系列,詹姆斯这个元盟第一人不是盖的,詹姆斯第四凯尔特人队, 凯尔特人作为东部的领头羊,他们的实力是无容置疑的, 上赛季没有欧文和海国的两大主力的情况下,能够一路杀进东部决赛, 这让人感到非常惊喜,所以下赛季健康的凯尔特人定会有大作为, 虽然猛龙得到了莱安纳德,但是他们之间的磨合,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, 绿军上榜也是情理之中的是,欧文第三爵士队,爵士无疑是上赛季西部最大的黑马了, 他们在卢比奥、密切尔和戈贝尔的带领下涅齐成功, 同时他们也走向了一个新高度, 爵士的阵容合理程度可以说是联盟队,好的,又内又外, 加上他们已经磨合了一个赛季,下赛季的爵士绝对不简单, 密切尔第二火箭队,火箭就不用说了作为上赛季联盟第一的战绩, 休赛期他们许约了导罗这个顶级空位, 但是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两个风险球员, 或许火箭的实力会有所下降,但是也有可能不降板声, 他们正在全力追逐安东尼,如果能够得到他那么火箭, 将会再次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,火箭还是有看头的, 还当第一勇士,这个就不用说了, 放眼圈联盟有哪支球队,可以跟他们正面对抗一吗? 这也就只有上赛季的火箭能把勇士逼到场期, 不过下赛季的勇士可能是无敌了, 他们阵中再加一个全明星陶天司, 这样首发五虎都是全明星球员, 这样强悍的阵容水与争锋, こう离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